現在做了五分鐘 馬上有效果 這裏是向上斜的 這裏是U型的 好像沒有了肉 它是由底部收緊 收完之後整個輪廓就會好出 看到這些輪廓就會出過這些未做的地方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May 我們平時喜歡左面臉 經常都說要提拉緊緻 提拉緊緻除了皮膚鬆弛 讓它提拉上去之外 原來整塊臉皮膚分為很多組織 會分為筋膜層和骨膜層 所以平時用精華素做提拉緊緻 皮膚表皮和真皮層 都可能會提拉緊緻效果 但要做到令我們收到輪廓 令我們輪廓更分明 不要向下塔 其實是很關於筋膜層和骨膜層時 所以很多朋友都會斥肢 很貴的 做嗨符 又或者打針 做一些入侵性的 或者是BOTOX 但現在家用美容宜 已經發展到連筋膜層和骨膜層三層 都會幫我們提拉緊緻 其實你想像一下就好像床褥 床褥面頭那一層 跟彈弓鬆 其實都支撐不到 就會凹陷 再底部的木板位 就是骨膜層 如果木板位都是凹凸不分 其實前面的床褥很堅硬 都會不夠理想 我現在這部二色列品牌的Naomi 今次的Naomi Lab Storm 我叫做漩窩棒 其實我叫做漩窩三上素顏棒 它的主打是幫我們收輪廓 令皮膚有三層都照顧 令到我們出來的效果 不單是皮膚緊緻 白滑 還會令到骨膜層都會提拉 撐住它 而這個價錢 還要是一個很親民的價錢 三千多元就有一部的美容機 它裏面主要是用EMS 去幫我們鬆硬 但是這個EMS是很特別的 它跟平常見開的EMS有不同 它叫做漩窩式EMS 它會是正庫極的交替 令到我們在做EMS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那些跳跳跳 是會藤圈的船窩式去做 這部機可以說是 它不僅是能量的強勁 它還要幫我們鬆硬 是好的效果 而且每一日只用五分鐘 這件事是很吸引我的 因為平常做的美容機 通常我們都會建議大家做二十分鐘的臉 做完之後 我們就會每個星期做兩次 但這個可以每天做 每天做五分鐘就已經有效果了 主要它有三個功能 這部機棒其實已經做到牛奶光機的功能 第二個就是導入機的功能 第三就是收輪廓的功能 慢慢教大家怎樣使用 用法都很簡單 步步步就行了 這部機棒是無線使用的 你可以用Type-C充電 充飽電就不用拿著電線到處 你很隨意的地方用 也可以充充兩用 可以充電 另一端的USB 有一個Mobile charger 就已經很流動性 充著電用都可以 很重要的 因為每人都忘記充電 只有兩個按鈕 兩個按鈕就要主宰三個功能 首先開機 開機就是下面那顆圓形 通常有一個開關 長按 然後你就會感覺到一些聲音 但下面這裡沒有燈 就叫做開機 開機之後就有兩個按鈕 有不同的主宰 下面那顆主宰著它的光 因為它有牛奶光 紅光 軟紅外光 幫我們淡潤 熱度在很短時間之內 就增加皮膚底層溫度 令到它變成43度以上 令到骨膠原BB自己生出來 你可以用第四檔 即高一點熱一點 它已經碰到兩片以上 就會出光 光亦是累過的 所以對我們來說 眼睛的傷害 不需要帶黑超就能用到 這只是出光的模式 就是牛奶光 軟紅外光 和溫度 主打幫我們提升 量膚和增加骨膠原 通常會是再後一點 骨膠原生出來才有見效 這就是光模式 如果像我一樣 因為我玫瑰座瘡 所以做熱的東西 可能會令到我誘發了血管膨脹 然後膨脹後就不懂得收回 我就經常紅磅磅磅 所以可以不用 如果真的敏感 但是如果真的接受到 紅光和熱的話 其實絕對建議一起用 即是開了紅光一起用 接著第二個按鈕 這個按鈕 就是有兩個模式 它主載著的 你第一次按鈕的時候 就會見到旁邊的項目 都有一盞燈 這個就是漩渦EMS 有四個檔 你每按一下都會升檔 這個不閃的狀態 就是漩渦式EMS 當你放在皮膚上 就會微電流的感覺 就像我們平時做的EMS 微電流的感覺 接著就四檔 好像我剛才那樣 我沒有塗東西 它都會導到電 但建議大家可以塗自己的精華 或者是一些平時家裏的Gel 當上面的按鈕 再按一下的時候 第三個模式就是 幫我們拍打皮膚 去做微循環 和增加急修 所以你可以塗你最喜歡的精華 或者固紙面膜都可以 因為它用拍打的形式 所有的模式都可以獨立自己使用 你可以只拍打 不用光 光就絕對可以配合拍打 或者配合EMS 或者靜做光都還可以 所以光就可以有三個不同的用法 其實我覺得這部機 最主打在做的是 提拉 令到我們的收輪廓 令到輪廓沒有那麼浮腫 提拉我們由面中底 提拉我們的框架 支撐住皮膚 我們看下去 虎紋 或者下巴的鬆弛 唇線沒有那麼大 我們用這部機在五分鐘後 便已經建效了 每日只需要五分鐘 每日用都可以 好 怎樣用呢 首先如果我主要是想收輪廓 我自己的臉不能太熱 我便把溫度關掉 或者是一檔 有些光給大家看到 我的紅光會出來了 你可以塗家裡任何精華 自己平時用的精華 我用這個Sleece-Sleece 都是一些臉面 提拉緊緻的精華 塗上臉部後 要做的步驟 兩邊臉是一樣的 我現在做了一次給大家看 然後就知道 每一天五分鐘做些甚麼 然後開好自己的EMS 這個閃緊 閃緊即是拍打模式 我要開五閃 然後我用兩檔 然後由上至下 由外至內 口缺是這樣的 所以你很少會錯 然後放在上面 額頭先不動 15秒15秒 它就會自己有提示聲音 提示了 然後面磚外面 由上至下 然後再在下面 1 2 3 感覺到它的電流是旋轉的 去刺激我們皮膚 筋膜層和骨膜層 然後最後就是中間面磚這個位 正在做眼圖 苦紋 這個位 4點而已 左邊也是做4點 就已經完成第一針了 接著我們就可以開始掃 滑動兩分鐘就可以了 剛才左邊面右邊面一分鐘 然後滑動兩分鐘 我們可以再塗多些精華 或者塗一些比較GEL類 然後用一樣 都是模式一樣 接著好像嘴面會滑 向上掃 每個人的感覺是不同的 電流的感覺 所以千萬不要勉強 然後掃一下頸 不要掃我們喉嚨 記住 EMSC也不要掃喉嚨 如果覺得太大感覺 可以調低一點的檔次 每15分鐘都提一提 所以你大概跌四次就等於一分鐘 其實每天做都可以 每天做五分鐘已經完成了 平時有些美容器要20分鐘才有效果 還要持之以行 現在還有五分鐘已經立即有效果 看到嗎 這裡是向上斜的 這裡是U型的 是不是好像沒有在肉 它只是由底部可以收回去 收完之後整個輪廓就會好出 看到這些輪廓就會出過這些未做的地方 做完兩邊就會對稱 我們就已經有一個很緊致的輪廓 如果想收下巴就可以放在下面再做多一點 但是已經立即有一個 適時修飾輪廓的效果 五分鐘 這面就是兩分鐘這面兩分鐘左右 每天為提做 剛才就是定點四下 然後就向上掃一分鐘 左邊右邊一樣 就是影效果 平時如果你想早晚都可以用的模式 就是它的拍打模式 剛才我說過拍打模式 按綠色就是按到它變閃燈的時候 它已經是拍打模式 它就會跟你拍打 記住都是那句 我現在做的光是最低的 因為我也不想太熱 影響到我們的血管 但如果你能夠承受到的話 絕對建議你同一時間做它的光 因為它的光有紅光 牛奶光 軟紅外光 其實不同層次的光 是同一時間針對 是亮膚和緊膚的狀態 所以當平時有些精華 要拍打讓它導入多一點 又或者敷的面膜 其實你想面膜的導入 好像一些毛針導入 令它可以進入皮膚底層多一點 都可以用這部機 而這部機其實你有沒有注意到 它的頭很大 只要一擺這個位置 已經是半塊臉 省水省力很多 立即可以幫我們做一個美容軟級的效果 NAMI PRO這個牌子 其實是耳式鳥的一個牌子 很誇張 然後馬上上去 而整個感覺是很自然的 其實它還有經過第三方機構證實 是有一個測試 測試完之後 結果是連續使用14天 體力效果是升了10% 全皮的密度是升了11% 上眼皮的高度也升了6% 其實小小已經差很遠了 毛孔的數量還會減低了3% 所以這部機是由皮膚表層 到整個輪廓都照顧到 都收穫到的一個家用美容衣 謝謝大家